王朝宗之所以懦不可 那是因为马德昌居然趁着天灾 轰抬炎价囤积居起 至阳州炎炎和百姓生计于不顾 现在外面疯传 马德昌扶持铁三拳 重振白龙邦 他就是想趁现在这个天灾大捞一把 铁三拳出来了 我跟你说了你还不信 那天老马从你这离开以后 居然去了龙王庙求雨 本来连日暴雨就使得炎厂欠收 炎价随之看涨 更诡异的是 有人造谣东南流有瘟疫 风传炎是消毒防疫的必需品 于是乎百姓们开始疯狂抢狮食言 这样一来 扬州各大炎号的存炎纷纷受起 而早就囤积了一大批私炎的马德昌 终于完成撬动市场的第一步 什么 炎号没炎了 打从昨天起 整个扬州城 就只剩下咱家有些炎了 马德昌开心坏了 事件的进展比想象的要顺利许多 自己独霸扬州演绎的机会终于到了 听见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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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炎号没炎了 人算不如天算 机会来了 只要铁三拳的四眼即时赶到 我就会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 汪朝宗 我一阵就逗到你 追掌杀爹 人性历来如此 虽然炎价一路飙升 扬州百姓抢购食言的热情不减反赠 面对如此反制的市场乱局 管辖赶紧和汪朝宗汇报情况 现在扬州市面上除了广泰还有炎 报价的御龙也已经卖完了 炎是一天一个价 现在已经涨到十五文一斤 汪朝宗当然不能坐视老马囤积居气 他要给马德昌挖坑 于是他指示管辖 汪朝宗之所以 刘三成 当然不是跟银子过不去 而是要保证长期工艺 避免短时间内被马德昌垄断市场 而卖掉七成 则会让老马产生错觉 如果老汪家的库存都要见底了 那么其他炎号哪里会有多少现役 这个时候他肯定会孤注一只大肆收购 如此就能慢慢拖垮马德昌的现金流 我要把五本堂所有的存盐都盘下来 这点银子哪够啊 你要那么些盐干什么呀 这扬州城哪还卖得了啊 我就没打算卖 只要把扬州城所有的盐都攥在手上 市面上没盐可买 江南巴上没盐可卖 到那个时候盐价一定看账 到时候我就把江南所有的钱都赚到我手里 上天欲让人灭亡 逼先使人疯狂 现在野心勃勃的马德昌 已经准备掏光家底去收购市场上的存盐 为此 他甚至不惜将名下所有的房契作底 跟黑心拳武爷借银六十万 拳武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 提出要分走两成的盈利 两人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 最终拳武也开出了底价 十万两献银 十万两折银 六十万两 被拳武爷吃走二十万两利息 很显然马德昌是在饮鎮止口 前所未有的商战中 一举奠定自己的霸主地位 马德昌忍着恶心答应了 他在乎的不是钱 在乎的是能不能一举扳倒汪朝宗 由于严价持续暴涨 扬州的三个兽马也围绕炎 谈起了私房话 千万不要小乔女人的八卦力量 子雪是炎炎太太有关系 其夫人擅长做生意搞外交 而孟孟子见多是网友主见 他们三人围绕炎展开的讨论 直接为马德昌的垄断事业加了一把火 幸亏这炎呢 他只是用来做菜的佐料 要是拿来泡澡 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呢 孟孟心想 你是不知道 但是不代表我不知道 十三姨好像 以前还真用预言来洗澡 据说能让皮肤光滑细嫩 还能治病啊 子雪立刻化身捧根 难怪十三姨皮肤那么好 这么说 盐能治病是真的了 孟孟表示 能不能治病不清楚 但是十三姨的秘方 他记得很牢口 就是要把盐磨成极细的粉末 再加上一点香油 再加点玫瑰或者茉莉花叶 搅合到一起 倒在澡盆里 先把水温调合适了 然后让水没过脖子 在澡盆里静躺一会儿 好像 好像还得闷上那么一段 出来洗干净就行了 那你洗过没有啊 当然没有 只是听十三姨说过 齐夫人细细一琢磨 嘴角渐渐露出微笑 真是多好的生意啊 要是我们姐妹几个合起伙来 专门卖这洗澡盐 那肯定能赚大钱的 这个主意好啊 子雪 你不是盐院夫人吗 只要你肯张嘴 咱们就能从总商手里 拿到很便宜的盐 然后咱们再让人 赵某某说的 做成预言粉 你想想 哪个草堂她敢不买啊 子雪和齐夫人 一拍集合要买语言 孟孟却表示不想参与 不过这也不打紧 最后决定由齐夫人 出面跟各大浴场推销 而子雪打着阿克战的旗号 从各大盐后 施账购入便宜的盐 今天骑士皇家七太太 到柜上说 子雪姑娘要买盐 子雪姑娘要盐干什么 她说要四十文一斤来买 哟 还有这样抢买的 行了 官太太惹不起啊 就卖给她吧 就说我马德昌送给她的 管家赶紧汇报 说子雪张口叫五万金银 这个数字 着实吓了马德昌一大跳 他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据说他们名誉房 做了一种什么预言 马德昌摸了下胡子 摸爬滚打多年的商业嗅觉 告诉他 预言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潜力 和极其庞大的消费人群 给我把风都放出去 就说颜颜大人的太太 要带咱们广泰号买五万金银 回家洗澡 哎呦 你们大伙都想想 扬州城十万户 每户买一百斤的话 那得需要多少盐呢 颜价一定看涨 马德昌判断的没错 本来盐就短缺 现在又有了预言的加持 扬州的颜价开始飙升 颜价从七文到十五文到三十文 五十文八十文九十文 看着价值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一金盐会涨到一百文 你人的实际 人都疯了 现在马德昌的穷凶极恶 子学等人的推波助澜 已经造成了全扬州百姓的癫狂 人们的非理性消费 已经不是为了过日子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 颜能消毒防疫的谣传 谣言一日不破 纵然市场上有再多的库存对抗老马 颜价也会居高不下 那么面对马德昌的步步紧闭 汪朝宗又该如何行事 这个咱们下期接着浪